台铁三坑车站到文安里平交道间的铁轨旁 昨天傍晚被发现疑似有人头盖骨 警方到场财政调查时 在一旁约一公尺元的草丛中 又找到疑似人体的大颓骨 还有一个大海螺都已经风干多时 目前海骨都已经搜证完毕 交由殡葬人员运送到殡仪馆存置 全案也将报警地检署商业 好几名园警跟见识人员持手电筒 在铁轨旁来回搜证 戏分实在不寻常 因为铁轨旁竟然被发现疑似有人头盖骨 白色头骨在铁轨旁已经明显风干 远警不敢大意持续在周遭搜索 没过多久竟然在相距不到一公尺的草丛 找到长约30公分 疑似人体的大腿骨 还有一只海螺也都明显风干 没有腐肉 巡货地点就在台铁三坑车站 北上到文安里的平交道旁 警方根据风干状况判断 怀疑死者已经死亡又一段时间了 但性别以及年龄都还无法确定 只是海骨到底是从哪来的 是否是杀人弃尸 目前警方初步研判 可能是有人从铁路附近的山坡丢下 也不排除是从列车中丢出 疑点重重 前案将于近日内 报警基隆电解署检察官向宴 并调阅相关监视器 及列车行车记录器 以厘清案情 铁轨出现可疑的人体海骨 实在相当诡异 警方搜证完毕后 也将海骨送往殡仪馆存置 并报警检察官相宴 持续抽丝剥茧 厘清真相 记者蔡哲恒 最终的报道